做一个凉拌秋葵 秋葵先焯一下 给它从中间剔开 然后再调一个料 这个料里边我割了烙汁酱油 蚝油 麻油 小米辣 还有蒜末 少许的糖 再加一丢丢的盐 这个调料比较万能 就是拌黄瓜呀 做一些小凉菜啥的呀 干饺子都行 又切点红辣椒 给它倒上去 腌制一会儿 祖传大锅烧油熬糖色 糖色熬成香油色 加入小土豆 姜叶 八角 花椒 加少许老抽上散 加入酱油 加入西式的黄豆酱 小火锅度15到20分钟 收汁 我这个收汁收得差不多了 看这颜色 我又加了点豆干进去 关火之后加点蜂蜜 酱小土豆 还有小虾 扎一个 没有啊 有点满意味吗 小土豆 酱油 小土豆 酱油 你 Direct每次下手 然后再让山上 换成黑过头 就发来 酱油 酱油 先切成黑过头 酱油 切成的 豆干 豆干一起酱的话就变深了 里边颜色可浅了 豆干一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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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葵 但是我不喜欢它辣丝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看看有多爽口 八个小虾 一起扒了好几个 过眼吧 虾整手了 天秤 咸 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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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